我們說這個真人真事就是聽我朋友說回來的 是一個泰國的地方在一間酒店發生的 他之前就在泰國公幹 去了一間酒店 他住的時候就去一間酒廊 每一間房都是打對都有一間房 其實他住的房屬於偏尾房 每一天看到對面 大約有一間店隔 他都會看到對面的房間會打開門 會打開門 看到有個女生在那裏做一些東西 他沒甚麼奇怪 可能有些人還要打開房門 他照舊地出去回來 兩天都是這樣的 但到他第三天晚上回來的時候 他就看到對面的房間其實是沒有房間 是一塊鏡 後來聽聞 那裏本身打對一定是有房間的 但那裏就好像之前發生過一些事情 他就封了 為什麼男生會看到鏡子裡面有個女人 可能是剛好他的磁場 對 他的磁場跟那個女人對著 但是我覺得他是很幸運的 因為那個女人是看不到他 如果看到他 我覺得會搞不定 他可能鏡頭有馬上 他可能會馬上看著他 那豈不是很恐怖 其實他本身看到的時候 是看到那個女人在裏面 因為有一個磁場 但那個女人從來沒有看過他 可能是很恐怖 對 對 所以他人做不到東西 那個鏡頭有馬上 其實是真的有法師 是有要求 是有些人用鏡來封住那個 可能是一間店 靈魂鏡中彩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和分享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炮谷頻道 按鈴鐺 還不想聽我們的鬼故事 記得留言 或者你們有什麼親身經歷 都可以告訴我們 留言說